合作愉快 苏同学 喂 怎么了 别在门口耍站着 赶紧进去 电视都要开始了 江不尹 你今天是我 知你者莫若我 苏妍 你就是退了个学 又不是退出人生 给我光明之大地走进去 等你好消息啊 行了 神经胶质瘤的治疗 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 但是由于肿瘤静润性生长 以及脑组之间无明显的边界 我们很难做到完全解除 讲诺言 你给我到这儿 那个快下课才到的同学 你来回答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 老师 我不是你们班的学生 苏维安同学 我认识你 名册上有你的名字 讲义没带 可以借同学的看 问题回答不上来 可以直接说不会 这顶多是学习能力不足 但是欺骗老师 就是态度不端正 好的 老师 那麻烦您再重复下问题 IDH的突变 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 大多数情况下 以护赤方式发生 脑胶质流中 IDH突变 会对患者的预后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IDH的突变 可以显著提高高级别 胶质流的中位生存器 且可能预测 低级别和激发高级别的 化疗敏感性 与患者的生存率提高相关 很好 苏同学的回答非常完美 但是介于你迟到 还是会扣掉你的平时成绩 苏同学下步为例 也希望在座的所有同学 引以为鉴 下课 扣哪门 做的平时成绩 郭云正真是个习惯 苏维安 苏维安 我说过了 我不会再做医学相关的 任何工作 这份保密协议是你签的吧 那又怎么了 作为一个医大教授 找枪手翻译 你不怕我说出去啊 所以才要签保密协议啊 违约是要支付违约金的 不是还要面试吗 面试不通过的话 算甲方主动结束合约吧 恭喜你 苏同学 你的面试顺利通过了 这份协议上的条款 你都仔细看过了吧 你都仔细看过了吧 以方再收到定金 且通过面试之后 如果违约或者是不履行 工作职责 是要支付甲方 十倍定金的违约金的 可是我没有收到你的定金 这个违约条款不成立 明天早上八点到三楼实验室 来报道 迟到一分钟罚款五十 没有上线封定 每天上班必须打卡 任何工作以及工作人员 相关的内容不得对外泄露 必须保留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让任何人进入审视 合作愉快 苏同学 哪有这样乔买乔卖的